价值800多万的兰博基尼大牛 在出了大事故之后 被亨利用了5万美刀买了下来 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 这辆车受损的比较严重 左前方的零件直接被撞没了 车身的结构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底盘的前端有些下沉 但好在发动机似乎没受什么问题 在把车子带回去之前 亨利先是给电池接通了电线 简单的冲了一会儿电 然后就来到车内 尝试发动这辆野兽 没想到竟然这么顺利 这个V12发动机低沉的声浪 听起来非常性感 只要大件方面没有毛病 那么翻新的进度就不会太慢 接着亨利来到了车子受损的地方 这里主要是兰博基尼的卡钱 还有里面的各种零件 其中控制必是弯曲的 拉杆末端完全折断 轮毂的磨损也很严重 由于这是亨利第一次翻新兰博基尼 所以他不确定这些损坏的零件 在经销商那里是否单独出售 如果必须打包购买的话 成本可能就会高很多 另外在车子的内部 一些小零件基本上都脱落了 高扣前面的倒车镜 在当时的事故现场 应该就是这个倒车镜 将挡风玻璃打碎了 简单地检查了车况之后 亨利暂时不打算将车子带回去 而是直接在这个报费厂里 进行简单的处理 将坏掉的地方尽量都拆下来 他和报费厂员工合作 很快就完成了初步的工作 不过由于螺丝扭曲得太严重 弄完这部分花费了很大的功务 与此同时亨利又订购了新的零件 在等待到货的时候 他先断开了车前的线路 紧接着又拆下了车门 这部分的损伤很小 基本上看不出来什么毛病 但拆掉之后方便工作空间会变大 方便对内部进行翻新 等全部拆卸完了后 亨利就将这辆车暂时搁置了起来 他利用这几天的时间 认真地学习了一下 兰博金尼的操作手册 并弄清楚了车子的详细结构 为后续的组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大概一周的时间 他此前订购的快递也到货 里面主要是一些控制臂等金属件 但很明显都是二手的 不管怎么说 只要功能正常就可以用 还能节省一部分成本 何乐而不为呢 另外还到货了一个全新的轮毂 看起来状态非常好 表面还有一个磨砂的黑漆 称之为艺术品也不为过 不过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纸包里面的一个车标 它是安装在轮毂中间的 可以这么说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车标 这个轮毂才能卖到很高的价格 亨利这个人脑子比较灵活 他将这两部分分开买 成本自然是能低很多 接下来的主要任务 是把悬挂部分修复好 由于目前报废厂里没有举生机 而且连一个像样的支架都没有 所以他只好选择了插车 这样操作空间会大一些 但亨利是不敢钻到车子下面的 因为安全性无法得到保证 他拿着新买的控制臂 站在侧面小心翼翼的组装 这里的结构并不复杂 在亨利的一番操作下 功能很快就完善了起来 接着两人又装上刹车盘和卡钳 就在这时 一旁的帮手拿着一罐 类似润滑油的东西 对着卡钳就是一顿喷 这里我就有点不理解了 因为刹车的工作原理 是利用刹车片与刹车叠击轮胎 与地面的摩擦 将车辆行进的动能 转换成摩擦后的热门 从而将车子停下来 而这一罐东西如果是润滑油的话 就会大大降低摩擦力 从而影响刹车效果 可能是我有点孤陋宝文了 视频前的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可以给我科普一下 这部分完成之后 亨利再次操纵插车 将兰博基尼的高度降低 然后装上了一个轮胎 现在车子总算是能落地了 并且也恢复了一丝超跑的风范 刚才在亨利安装轮胎时 一旁的助手将前面的挡风玻璃拆了下来 同时还将新的准备好了 要我说他还真是挺莽撞的 全程都是自己一个人操作 要是把新的玻璃打碎了 那可就直接得不偿失了 亨利先是对玻璃检查了一番 然后将车子安装槽中残留的橡胶带进行清理 安装挡风玻璃的过程一定要足够细致 助手先绕着框架 涂了一层密封剂 然后把吸盘固定在挡风玻璃上 这里他依旧是一个人操作 在亨利面前绣了一把 我想要是摔一下 估计他就再也不会这样 好在这个过程也是一切顺利 最后再对表面进行一番清洁 车子瞬间就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虽然这辆兰博基尼 此刻还是一副破损模样 但亨利的助手却非常激动 他想尝试一下驾驶超跑是什么感觉 再给电池充了一会儿电后 助手就启动了这辆车 不愧是一辆顶尖超跑 尽管还没有翻新完成 但那种霸气已经是把我征服了 助手在车里笑的也是何不拢 亨利向他保证 等车子翻新完成后一定带着他去兜风 不过意外总是来得那么突然 两人还没来得及高兴 车子就突然熄火了 众人判断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这辆车之前闲置了很久 线路老化的应该很严重 刚才有可能是电池烧了 但经过他们的一番排查 发现只是线路有一些松动 当众人还沉浸在喜悦中时 亨利接到了一些新的包裹 其中在很小的纸箱里 装着一个侧面的转向灯 要我说这个灯也太小了 如果在灯光比较亮的街道 可能打开了人家也看不见 这样就容易造成事故 兰博基尼大牛的运转一切正常 声浪听起来更是震撼人心 虽然买下这辆车只用了五万美刀 但翻新的进度却非常快 亨利继续将收到的包裹拆开 最开始都是结构支撑键 后面还有一个前大灯 看起来应该是全新的 现在这辆兰博基尼的零件 基本上都收集完整了 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组装 由于此前亨利已经深入了解过车子构造 所以工作起来也是非常快 他先是把车灯装了上去 然后去车内将其启动 这时车头的左右两个车灯 都可以正常的使用 但要是大家对之前的视频有印象的话 应该还记得这辆车的启动并不是那么顺畅 当时试车的时候偶尔会自动熄火 经过众人的检查之后 发现是电池旁边的一个零件出了问题 不过视频中并没有明说 所以狼叔也没看出来是什么东西 如果比较了解兰博基尼 或者谁修过兰博基尼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科普一下 我们接着重新回到车上 助手快速地将坏掉的零件拿出来 然后整理了一下线路 目前看来车子的翻新非常快 但实际上问题还是很严重 眼前的这根线头 本应该连接在轮胎上 起着检测胎压的功能 不过可惜的是 由于零件的缺失 导致两人找不到连接的插口 另外全车还有很多跟类似的断掉线路 尽管亨利此前进行了系统的学习 但那也仅限于硬件方面 对于这种线路依旧是束手无策 为了解决这个麻烦的问题 两人驱车来到了一个工作室 这里也是专门修复跑车的地方 刚一进门两人就看到一辆漂亮的法拉利 这是主人刚修复完成的 另外在这个车库里 还停放着大量出了事故的跑车 刚好这里就停放着一辆 和亨利同款的兰博金衣大牛 而且前端的线路非常完整 助手趁机上前进行拍照 同时确定了插头的型号 这时一旁的亨利也没闲着 他带着镜头来到了院子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 这里有非常多的大事故豪车 此刻正整整齐齐地被摆放在货架上 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兰博金衣戴拉多 还有一个黄色的法拉利458 不过橙色看起来非常差 亨利看着这么多跑车 心里开始盘算下一期的素材 到时候可以直接来这里购买 正说着助手就把兰博金衣开了过来 他要在这个工作室里 将线路完全连接好 与此同时亨利也没闲着 他开车前往商店 去准备一些喷漆用的工具 首先就是一些高规格的口罩 能用来防护混杂在空气中的粉末 和飘散着的油气喷雾 另外还有一套防护服 亨利快速地将其穿到身上 然后走进了喷漆车间 这里放着的是之前被拆掉的车身套件 他仔细地贴上胶带 对这些套件进行简单的设计 不过毕竟这是一辆超跑 喷漆方面可不能马虎 亨利先找出其中一个套件 用遮挡纸围出一个方形区域 然后尝试给上面来了一点喷漆 发现一切正常之后 下面就可以开始全面喷漆了 这里他先则的依旧是纯白色 在表面来来回回喷了三层 等到彻底封干之后 用细砂纸进行打磨 能让表面尽可能变得光滑 不过这时却突然出了意外 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车身套件表面缝隙 油漆竟然和遮挡纸粘在了一起 而且面积还有点大 看起来非常明显 为了保证质感同时不影响美观 他只好将其打磨掉 然后对这个板块重新喷漆 全部结束之后 再给表面来一层清漆 经过半个小时的忙活 这些套件总算是完成了 接着他给助手通了电话 那边的工作也结束了 线路全部顺利连接 于是两人直接回到了工作室 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 这辆车已经基本接近完成 只要将前面的保险杠等套件 都装上去 一辆几乎全新的兰博基尼就诞生了 在彻底完成之前 助手又把车子开了出去 再次上路尝试感受超跑的动物 不得不说真的很震撼 所有的功能都恢复了正常 接着助手将亨利丢在了路边 自己开车回到了车库 这时的亨利非常疑惑 不清楚他要干什么 于是只好拨通了他的电话 助手说要给他一个惊喜 让他在路边稍微等一下 结果差不多过了20分钟 助手就把兰博基尼彻底修好了 其实也没有做其他工作 只是快速地把车身套件装了上去 现在这辆超跑终于翻新完成 看起来霸气无比 眼前这辆出了大事故的奥迪28 是强子花了34000美刀买下的 之所以购买得这么便宜 就是因为这是一辆水烟车 车子外观没什么受损的地方 简直就像一辆放置了几个月的新车 唯独最大的问题 就是车子的钥匙不翼而飞了 根据资料上显示 这把钥匙是绑在倒车镜下面的 现在只剩下了捆绑的绳子 此时的强子根本打不开车门 查看车内的情况 只能从右侧翘起的玻璃 简单地看几眼 可没看到具体的情况 强子总是不安心 于是经过了几番查找 终于找到了一个棍子 想利用他将车门打开看一眼 可折腾了好一会也没有成功 所以打开车门的问题 只能交给专业的锁匠了 毕竟回去还有四个多小时的路程 再耽误下去就不知道几点到假了 还好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预约的锁匠 他利用钩子成功地将车门打开 并且还打开了前面的基盖 给车子连上了电源 等到加十天已经大量了 强子将拖车上的车子卸了下来 此刻的他还在为能买到 这么好的一台车而兴奋不已 迫不及待地等着锁匠 把配好的钥匙送来 根据强子的介绍 之所以他买下这个泡过水的车 是因为前几天强子冒着风险 6000美金买下了一辆 九成九星的宝马435水烟车 车子只行驶了1万英里 花了1000多美金就将其修复好 并且还将车子卖出了2万美金的高价 这样高额的利润让强子尝到了甜头 所以在这辆泡水的奥迪28出现时 就果断地将其拍了下来 而这辆奥迪28的里程比宝马的还要少 只跑了5000多英里 如果强子能将车子成功修复 那么就是强子有史以来捡到最大的便宜 可经过强子的细心检测后发现 有点不像5000多英里该有的样子 车子各处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磨损 甚至一侧的车门有被重新缝过的痕迹 强子此时怀疑车子有可能被调过了 所以他使用了各种方法 终于联系到了车主的妻子 根据他的介绍 强子也了解到了车子事故的原因 由于飓风1N的袭击 使得当地的情况非常恶劣 这辆奥迪28也没有逃过被淹的噩耗 所以车主就因为车子被水泡过就不要了 根据车主提供的资料显示 确实是5000多英里 而且当时也配备了200钥匙 一个绑在了倒车镜下 另一个却不知所中 所以强子只有等待所将能给他带来好消息 他在等待所将的同时 细心检查了一下车子的情况 车子各处的电子线路都很干燥 不像是被淹过的样子 每根保险丝都完好无损 他似乎就是一辆完全干燥的车子 车子没有被淹的痕迹 为啥会被当水淹车出售呢 正当他对此十分不解释 等待已久的索将终于赶了过来 他首先要把钥匙重新编程 然后从集群中找到相关的数据 破解系统中的防盗系统 师傅经过了长时间的尝试 来来回回地过来了四次 每次都超过了三个多小时 可依然没有成功 这让强子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之前的兴奋也都荡然无存 难道这就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吗 强子联系了很多这方面的朋友 也没找到有效的办法 但强子还没有放弃 他想找到之前车主说的第二把钥匙 但经过了一番搜寻后钥匙没有找到 可他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车子带的千斤顶竟然生锈了 这就是这辆车被水淹过的痕迹 根据上面的水线 就能推测出车子当时被淹的程度 似乎也没有被淹得很严重 这个消息让失落的强子重新燃起了热火 他将被水淹过的线路拆了下来 用打磨机将上面的锈石全打磨掉 这样能有效的防止短路的情况 于是强子准备用未编程的钥匙尝试一下启动 没想到竟然有启动的迹象 这让强子失落的心又一次燃烧了起来 他没想到发动机竟然这么好 这让强子十分的开心 迫不及待的找来锁匙进行查看 这是他来的第五次了 可没想到经过锁匙的一番检测后 车子再次回到了原点 与车子的通讯依然无法连接 这让强子大起大落的心真的无法承受 就算是启动了车子 但强子还是无法编写密钥 扫描器上依然存在着15个故障代码 此时的强子真的感到无助 真的就想就此放弃 可他知道这样是无济于事的 所以他就下狠心购买了一堆的零件 里面有网关还有整合的ECU 还有整个点火器等所有集群的零件 希望这样能彻底解决通讯故障的问题 可是这时惊喜的事就又发生 所将师傅经过了彻夜的摸索和研究 再来第六次时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师傅只花了40美金换了一个网关模款 就成功地连接上了数据 这样就能重新编写密钥了 此时车子上的保险标示已经不见 再次启动车子时终于成功了 车子的声音听起来也很健康 这次的修复真的是不容易 所将来的六次才真正的修好 现在强子的内心真的是无以言表 再高兴之余还给师傅多加了小费 也许是上天给强子开了一个超大的玩笑 极度心情好的他决定给车子做个大导件 可没想到竟然犯下了天大的错误 当车子再次启动时 车子的尾气竟然冒起了浓浓的白烟 这是因为强子在换机油时将机油灌得太满了 所以导致现在一发动车子就会冒出大量的烟雾 使得车库不一会就什么都看不到 为了不让邻居们受到影响 强子只有将车子开出去放烟 这可真是一个小失误带来的大麻烦 还好车子的状态非常好 也没有发动机过热的现象 等强子回来时车子已经正常了 尾气也没有再冒出白烟的情况 强子对车子做了一些简单的清洗 将上面的屋子都一一的清理掉 接着就把车子开了出去试车 在经过了半个小时的测试中 车子也没有什么工程 这个结果让强子笑得合不拢鬼 虽然这次的修复是一波三折 但其中的利润还是很大的 那么这是问题来了 像这样一辆水烟车 你敢尝试购买吗 说出您心中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